18号一大早 胡锦涛总书记又乘飞机赶赴灾区 飞行途中 总书记把随行的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召集到一起 详细询问玉树抗震救灾最新情况 讨论研究具体办法对策 胡锦涛总书记一到海拔约4000米的玉树八堂机场 就马上赶往受灾最重的玉树县节骨镇 视察灾情 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 实地了解救灾工作面临的突出困难 指导解决目前影响救灾工作进展的瓶颈问题 节骨镇扎西大同村在地震中遭受重创 全村600多人有120人遇难 72人失踪 120人受伤 80%的房屋倒塌 踩着碎砖历石 胡锦涛登上废墟高处 查看房屋倒塌情况 详细了解扎西大同村灾害损失 像正在清理现场的兰州军区第一救援队 青海军分区独立团官兵表示慰问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 来抢救被困的人员 需要还有一线希望 就会下百倍的努力来抢救生命 废墟中间的一块空地上 扎起了一顶顶救灾帐篷 总书记弯腰走进帐篷 握住受灾群众的手 关切地询问他们家里有没有人受伤 救灾物资领到没有 吃饭喝水有没有保障 一位藏族村民告诉总书记 现在吃的穿的不用愁 最着急的是住房和孩子上学问题 胡锦涛对他说 你刚才讲的这两条啊 我可以向你保证 谢谢 这个第一 党和政府啊 下一步会帮助灾区的群众 这个建设好家园 第二孩子们 一定均快地能让他们服学 好谢谢 在帐篷前 面对围拢过来的受灾群众 胡锦涛大声说 乡亲们 你们受苦了 运速地震发生后 中央的同志 忧心忡忡 听到你们有的失去了亲人 有的失去了家园 我们和你们一样的难过 今天啊 我特地来这里 向大家表示 亲切的慰问 地震无情 人间有爱 党中央和灾区的群众 新联新 我们已经从全国抽掉了大批的救援人员 来到玉树 和乡亲们一起抗争救灾 抢救被困人员 对伤员及时地进行救治 我们还要安排好大家的生活 让大家有饭吃 有水喝 有住所 有预寒的衣备 我们还要尽快地解决 学生赴学的问题 大家放心 下一步党和政府 还要帮助你们 把新房建起来 我们坚信 有党和政府的政权领导 有全国各处人民的大力资源 有灾区群众的团结奋斗 我们就一定能够 夺取抗争救灾斗争的伟大胜利 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 扎西大同村党支部 一直是当地的先进党支部 地震后 他们搬进了帐篷 仍然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胡锦涛走进帐篷 同村党支部的同志亲切交谈 得知这个党支部的党员干部 在失去亲人的情况下 仍强忍悲痛 积极组织群众开展自救 全力安排好群众的基本生活 总书记动情地说 你们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 带领群众奋力抗灾 我感谢你们 他叮嘱党支部的同志 继续做好组织群众 带领群众 服务群众的工作 当好群众的主心骨和贴心人 离开扎西大同村 胡锦涛又驱车 前往玉树州体育场 这里设有地震伤员集中医疗救助点 已累计接收伤病员3800多人 转走600多人 目前仍有40多名伤病员 在这里接受救治 在医疗救助点的一顶帐篷里 胡锦涛走到正在接受治疗的伤员床前 俯下身子询问伤情伤势和医疗救治情况 藏族中学生卓马在地震中伤了右臂 见到胡爷爷激动地哭了起来 姑娘你要放心 政府可以为你进行治疗 你放心 将来这个胳膊涨好了以后 一直都是会几位是正常的 对 就没事了 不会有什么唯一正常 放心 自己放心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对 学习上有个好孩子 学习有那么好 你的前途将来会是非常光明的 要坚强 在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受到地震灾害的这个情况之下 自己要有信心 好吗 要配合医生好好治疗 爷爷会想着你的 随后 胡锦涛又走进医药站 详细了解药品器械保障情况 向广大医务人员表示诚挚慰问和崇高敬意 勉励他们大力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继续精心医治和护理好受伤群众 切实加强灾后卫生防疫工作 为夺取抗震救灾斗争胜利 做出更大贡献 下午两点多 总书记就着一碗烩菜 匆匆吃了顿午饭 又风尘仆仆地继续在灾区视察 玉树州孤儿学校 在地震中校舍受损严重 有关方面紧急援建了活动板房 昨天已正式复课 胡锦涛走进校园 查看到他的校舍 九年级板房教室里 学生们正在上语文课 胡锦涛走进板房教室 同孩子们交谈起来 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总书记对孩子们说 地震灾害毁掉了我们的校舍 今天我们只能在这个 临时的校舍里上课 但请同学们放心 党和政府一定会为我们 建设新的更好的校园 胡锦涛说 听说你们在地震中不仅奋力自救 还救助他人 表现的都很勇敢 这里我还要衷心感谢 精心照顾你们的老师和叔叔阿姨们 他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 长大以后成为对国家 对人民有用的人才 说到这里 胡锦涛拿起粉笔 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下 新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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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的 会有的 新家园 新家园 会有的 会有的 离开前 孩子们走出教室 依依不舍同胡爷爷告别 听说学校刚接收了 两名地震孤儿 胡锦涛把他们露在怀里说 不要害怕 老师们会照顾好你们的 希望你们和同学们一起 好好学习 好好生活 胡锦涛又叮嘱 学校负责人 下一步 学校要把接收地震孤儿 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给予他们更多关爱 把他们培养好 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公安民警和消防官兵 是抗震救灾的主力军 在受灾严重的 玉树县截谷镇扎西科村 部队官兵和公安民警 正在清理废墟 胡锦涛走到大家中间 用洪亮的声音说 同志们 同志们 大家辛苦了 首先 我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向同志们 表示 表示 崇高的敬意 和誠摯的慰问 欲速强力地震灾害 发生后 同志们坚决贯彻 党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的指示 迅速赶护 灾区一线 全力投入 抗震救灾斗争 你们发扬了 不畏艰险 不怕困难 连续作战的作风 当兼兵 打头阵 冲在最前面 使灾区的人民群众 增强了信心 希望 和力量 党 政府 和各种人民群众 感谢你们 胡锦涛强调 当前抗震救灾正处在重要时刻 任务艰巨而繁重 希望同志们继续发扬 不畏艰险 不怕困难 不怕疲劳 连续作战的作风 出色完成各项抗震救灾任务 要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严守群众纪律 要考虑高原特点 坚持科学施救 同时要搞好自身保障和安全 胡锦润 胡锦涛最后说 胡锦涛最后说 民警深受鼓舞 倍感振奋 整齐豪迈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视察结束时 胡锦涛在预束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帐篷会议室召开会议 听取当前抗震救灾工作汇报 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指出 当前抗震救灾工作正处在关键时刻 我们必须以更加顽强的精神 更加迅速的行动 更加科学的方法 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坚决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 胡锦涛着重提出六点要求 一是全力搜救被困群众 二是努力救治受伤人员 三是妥善安排群众生活 四是迅速修复基础设施 五是加强宣传舆论工作 六是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胡锦涛强调 有效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关键是要建立强有力的指挥系统 实行统一领导 统一指挥 加强协调 科学调度 有序推进抗震救灾工作 受灾地区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坚守岗位 刻进职守 深入一线 靠前指挥 到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去 到最困难的地方去 带领广大群众奋力夺取 抗震救灾斗争胜利 把社会主义新玉树 建设得更加美好 回良玉 郭伯雄 令计划 王沪宁和陈炳德 一同看望慰问